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 林说 这两年台湾总体经济降低到2.14% 下滑非常严重 因此民众对蔡政府的不满意度才会飙高到50%以上 从去年815大停电 年初的卫生纸之乱 到近日的电信业者499之乱 就可看出蔡政府在财经政策与执政细节方面非常弱 大部分的力量都在拼政治 对老百姓最关心的经济议题 却不愿多着 前行政院政务委员朱云鹏说 过去台湾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 但两年来经济成长率近1.41% 2.86% 都是亚洲四小龙之末 可说是台湾经济的辛酸史 台湾经济差的主因就在民间投资率下滑 甚至去年达到负0.9% 让上市公司宁愿减资 把钱还给股东 让美股平均盈余上升 蒋万安指出 英国牛津经济报告 2021年台湾人才赤字是负1.5% 是全球所有评比国家中最严重的国家 但蔡政府却仍视而不见 产业52 新南向政策 亚洲硅谷等口号 喊得震天驾响 但却从无太多成果 落实 以口号之国 文青是拼经济知名 赖世宝认为 蔡职政即将戒码两周年 各家民调分飞 就连露营背景的民调都显示民众对其不满意度飙升 关键就在不能解决台湾内需所遇到的低薪 侃年金等问题 让台湾购买力持续低迷 而外销虽然看起来好 但许多都是转单 蔡政府拼政治糊糊生风 拼选举也展现诸多手段 但就连端出赖神 对拼经济也没太大帮助 国政基金会经济组召集人林祖嘉 钟平社正义非社 蓝委蒋万安 钟平社正义非社 国政基金会财政组召集人朱云鹏 钟平社正义非社 蓝委赖世宝 钟平社正义非社 国政基金会今天召开蔡政府执政两周年经济政策回顾记者会 钟平社正义非社 国政基金会财政策回顾记者会